北京时间6月2日凌晨 中国重量级拳手张之磊将在沙特的利亚德 对阵前WBC重量级拳王青铜轰炸纪维尔德 这是两位令人关注的重炮手之间的对决 有意思的是 两个人上场比赛都是点数输给了约瑟夫·帕克 两个人都拥有毁灭性的击倒能力 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维尔德的合右手对阵张之磊的合左手 张之磊在过去的四场比赛中输掉了两场 分别是赫尔格维奇和帕克 两次KO了乔伊斯 维尔德在过去的四场比赛中输掉了三场 除了一回合KO了赫伦纽斯之外 两次输给了泰森·富里 最近一场是输给了帕克 对阵维尔德时 帕克凭着快速的移动和躲闪下潜 化解了维尔德的进攻 让维尔德的右手大摆拳频频落空 维尔德全场表现非常迷茫 而且也很没有自信 帕克虽然战术执行得非常好 但由于重拳力度欠缺 所以也没能摧毁维尔德 相比维尔德 张志磊的表现要更有威胁 而帕克用了基本相同的战术 快速的移动躲闪 在两次被张志磊击倒之后 帕克都能快速的恢复 并投入战斗 除了两次击倒之外 其他的回合帕克几乎都拿下了 张志磊虽然出拳很快 很隐蔽 但是他缺乏足够的体能和移动能力 所以面对灵活的帕克 在大部分时间之内也是无计可施 那么张志磊遇到维尔德 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 维尔德的脚下移动 比张志磊要更快 张志磊将更多的出现在 维尔德的火力范围之内 不过张志磊的技术明显比维尔德好 而且张志磊非常擅长应付 正价的拳手 张志磊的左手迎击拳 是又快又准 对于防守并不算好的维尔德来说 是极具威胁的 当然张志磊的移动比较慢 而且体能也不好 所以如果比赛拖到后半程的话 对于张志磊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 无论在对阵帕克 还是赫尔格维奇的比赛中 张志磊都挨了不少右手拳 如果张志磊在比赛后半程 被维尔德的右手拳打中 可能比赛就结束了 这场比赛的看点 就是谁的拳头能率先击中对手 那么谁就先发制人了 从双方的状态来看 个人更倾向于张志磊 能够先声夺人 因为维尔德已经不是当年的青铜轰炸机了 于泰森富里的三番大战之后 维尔德就再也不是当年那个 欲神杀神 欲佛杀佛的维尔德了 现在的维尔德剩下的只是一个躯壳而已 他的自信心 他的勇气 都受到了泰森富里的沉重打击 个人预测张志磊会在六回合左右 迎击权残暴的 凯尔德 而且维尔德不止倒第一次 而张志磊能取胜的关键 就是因为他的技术比维尔德更好 张志磊是一个优秀的左撇子 北京时间6月2号凌晨6点以后 张志磊对阵维尔德 火星撞地球般的重炮手对决